改寫成這個sub的話 其實我們來改 因為其實前面都教過同學Function 所以這邊有兩個Function 那如果假設我希望把這兩個Function 改成兩個sub sub的話還記得 這個就是不是用插入函數的方式 而是直接在旁邊多一個按鈕 比如一個叫什麼 數字個數 一個叫數字資料 有沒有 然後按下去 所以最好剛才兩個按鈕變一個按鈕就好了 一次就直行兩欄 那最好OK 那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這邊已經有問那個ChargeP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在雲端上面 底下一定有個sub 所以就是第二頁的下方這個 這個sub等於是第一段的sub 所以這一段 Ctrl-C好了 你們直接拿這個來用 貼上 那這一段我試一下好了 這一段實際上就是 所以待會一樣一個清除 我們先手動清除好了 OK 這一段的話呢 執行一下 執行一下 不過你會發現 奇怪執行一下 它的結果好像沒有出現 應該是哪邊出錯 我覺得常發生錯誤的是這個啦 設置工作表 我看一下是不是 這裡要續的一樣 然後它的range range是這個的B2到B9 然後最後 然後最後 沒有 它輸出結果好像變成什麼 變debug printer 那這個程式有一點Bug 我看一下好了 或者等一下我再問它一下 所以你們試著 把剛剛這兩段 也把它改成sub看看 最後的話我稍微把它修改一下 改完之後就OK了 這邊可以輸出 它有哪些地方有bug 我後來發現 可能是因為我沒有跟它講 那個來源範圍 它這個地方本來是 好像是B2到B9 指的是這個地方 那實際上應該要指的是這個啦 因為這原始資料的範圍是這個 如果指錯的話 它變成它來的 裡面是沒有資料 這個底下就變成沒有辦法判斷 因為這底下的這個回圈 基本上就是把每一個 一個字的資料 通通拿到這邊來做什麼 做一個一個的判斷 是不是數字 Is numeric 把它一個字一個字切出來做判斷 最後把結果計算完之後 再吐回來到哪裡呢 吐回來到它的 怎麼講 右邊的這個 它其實並不是直接就指哪個儲存格 而是用一個叫什麼 Offset的意思 Offset其實是偏移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幫我把這個的輸出結果 把它放在目前指定的儲存格的右邊儲存格 OK 那怎麼知道右邊儲存格 特別注意這個Offset的用法是說 後面的話呢 第一個數字指的是要移動的列有幾列 所以我們要同一列 所以比如說第二列的話 A2其實移動到B2嘛 所以列的部分就0 0的話意思是同一列的意思 那豆點1的話指的是什麼 如果是正的數字 表示說向右移動一欄的意思 所以我們目前取得資料是在這個 那我要輸出的話是在它的右邊的話 所以這個數字就給1就可以了 OK 那就把這個數量丟到它的右邊那個 同一列的儲存格裡面去就OK了 這樣不就完成了 那所以呢 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把它稍微修改一下啦 另外其實我覺得可以改的應該是這個 哪一個工作表 因為它工作表名稱一定要是 SHIT1啦 所以如果未來你的這個工作表名稱 不叫SHIT1 可能叫別的的話 哇 那一定不OK 所以一般習慣喔 我的習慣是這樣啦 我會直接把這個工作表名稱這一行有沒有 把它直接delete掉 所以我大概會delete掉兩個地方 一個是setWS指哪一個工作表 我會把工作表的物件拿掉 另外把WS點拿掉 OK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delete掉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指哪一個工作表也拿掉 OK 這樣其實就可以啦 那你說什麼差別呢 其實差別是不指定哪一個工作表 你說老師不指定工作表的話 那它會找不到 不會啦 因為反正你一定會選哪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選的就這個嘛 我要用的時候一定是選這個 不然我還要選別的嘛 不可能吧 所以如果你不指定的話 就是目前使用當中的那一個工作表 OK 這樣比較合理 那另外喔 如果假設你希望讓程式更簡短的話 其實上面這個宣告有沒有 通通拿掉也沒關係 有沒有 欸 這樣比較清爽很多了 程式就變很少了嘛 我再跑一次給各位看 所以如果把它清簡完之後的話 程式就這麼短 執行一下 結果OK 它其實在做什麼 先指定來源的範圍有沒有 然後呢 再把這個來源的範圍的物件 for each的話指的是每一個嘛 把它每一個儲存格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 意思類推直到最後面一個 所以先A2嘛 一直到A9 所以for each的話 等於是會跑A2到A9的意思 把它每一個都抓 那抓回來之後的話 取得它裡面的資料 那底下的話呢 再去把它每一個字 是不是數字 直接取出來 然後去做計算 最後把結果輸出來 它開始的動作是這樣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是 欸 怎麼樣 計算它用把它改成數字各 所以這一段 我剛才把這一段 我改完的 感受C好了 我乾脆直接貼回到剛剛這一段 因為剛剛這一段好像有BUG 所以我把它直接乾脆貼回去算了 你們直接參考好了 那這樣 我覺得會比較沒有問題 那將來其實不是說程式 ChartDB給你的就不能改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自己試著 以後看懂 然後可以修改 然後底下的話一樣 除了說可以算它的數量之外 取得喔 取得的話也可以把剛剛的Function 再把它改一下 我其實已經有ChartB幫我改了 它大概改這一段 我試試看好了 會不會 這個Ctrl11好了 不過我也擔心說這一段會不會有BUG 所以每次我最擔心就是 每次都要幫它debug 所以把它Run一下看看好了 我看一下 在亂之前我看還是一樣 把這個定拿掉了 所以先確定一下 它這個程式有沒有問題 for each in 所以這個好像就直接就錯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應該是這個範圍 所以你假設啦 將來你真的看懂了有沒有 我覺得對於你使用ChartB給你的程式 是有幫助的 你不要什麼都看不懂 那我跟你講啦 你試100次有時候 可能很多次是它真的有 那個BUG其實沒有很大 你改一下就好了 可是你要一直跑 一直問它你也覺得很累了 但你如果看得懂的話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喔 把每一個儲存格的資料拿來做判斷 那判斷什麼呢 就是如果4的話 就幫我把它串在這個RELAUD這個變數裡面 這個剛剛也做過一模一樣的4啦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結果輸出到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一定有錯 同一列嘛 所以是0 然後呢 間隔兩藍 所以記得喔 這個地方有一個錯誤 它是-1 那-1的話呢 理論上是剛好不是向右 是靠 就變成A欄 可是A欄已經右邊沒有了 所以這個一定會發生BUG 那怎麼辦 這個應該改多少 欸對嗎 所以你們看得懂嗎 OK 其實說真的啦 以後你要學的不是重寫啦 沒有人叫你寫 反正我覺得你要學的是 就是就現有的基礎是上有沒有 你可以改出你要的樣子就很厲害了 有沒有 OK 你我覺得 當然未來如果你說 老師我想要自己寫 可以啦 可是我覺得 也沒有必要啦 我覺得Challip已經給你夠多了 你拿它來改就很厲害了啦 改出我覺得這個已經算是 工程師也是拿人家來改而已啦 也不能這樣講喔 那最後的話呢 它有一個Magic Bug 這個可以不要啦 我覺得提示這個這行有必要 所以OK了 看一下 所以其實理論上 上面跟下面 應該 差不了多少耶 只是把Count改成RELAW而已 有沒有 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樣我已經做完了 有沒有上下比對一下 其實好像就是跟剛剛那個蠻像的 好 執行看看 結果不OK OK耶 所以如果你剛才沒改 那就有BUG 那如果你改了 就可以用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的習慣是 我先看一下喔 至於改了哪些地方喔 你們可以自己再比較一下 這個的話我看 我還是把它貼到這邊好了 下方好了 這是我改的 你上面是它原來的 你兩邊可以自己再比對看看好了 其實我大概就是喔 不外乎就是把這個拿掉 有沒有 我其實就好像這個宣告 我覺得是 很多其實是根本不需要啦 OK喔 坦白講 然後還有改這個地方 這個通常會錯 然後這個地方改了 這個是它的範圍 改完之後應該就可以RUN 這個這個其實可以直接 這個沒有沒關係 它只是一個MAT 跳一個訊息方塊 OK喔 然後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然後這邊的話就最後RUN 這一段跟這一段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